有 然后麻烦 麻烦 这一列 我们先知道 传送到PowerPoint的这个功能 它是怎么被叫出来的 这一列叫 快速存取工具列 没问题吧 这一列 为什么它快 快速存取工具列 为什么它叫快 因为你只要点一下 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你说快不快 当然快 所以你可以把 经常使用到的功能 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就是 那个Word2016 那时候的一个新功能 但是我觉得 好像大家不太喜欢这样的用 来 麻烦点选 档案 我们现在来带大家去找 传送到PowerPoint的这个功能 在哪里 在这里 档案功能底下的选项 第二 麻烦请点一下选项 然后第三 请点快速存取工具列 为什么点快速存取工具列 因为现在我要去 去做快速存取工具列的选择 与设定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好 来 麻烦请点选这个 这个叫做 命令 命令其实就是这些内容 什么档案常用插入 好 请点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不在功能区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找不到的 它才叫不在功能区 然后请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其实很多 各位请问一下 那个Word的里面 可以玩小精灵 这个游戏 你们知道吗 这个功能界 它就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听得懂 听不懂的东西 来 请卷择拉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你会说 就是移除 大概在左下方 一公分处 一公分 有一个叫做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有看到吗 因为那个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太多了 这样了不了解 其实里面有很多 那叫做什么 那个 例如说你去餐厅 点餐 那个暗黑料理 这个Word软体里面的一些不为人之又非常好用的小工具 就是这些了 太多了 有看到吗 其实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其实就是你打开Word 写一个VBA具集把那个复制贴上的动作全部把它做好 好了 那怎么做就是把它新增进来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 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你不用新增 可以哦 请点取消就好了 可以吗 现在你只要点取消 我现在只是要请你点这个 我现在只是要请你点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这样子大家的 大家的那个 传送过去的文字 都会一样 可以吗 剩下就是稍微等一下 其实它就是在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从Word里面 把标题文字复制 然后贴到包装的里面去 就这样成功 就这样成功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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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兴趣 可能应该会有什么 我的暗黑功能 日本人很喜欢写这样子的书 只是不晓得各位 你可以去找找看 但是我觉得 我真的诚心建议 你只要把常用底下的功能 好好的学会 我觉得你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 握得非常好的操作手 是真的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 很会用握得的涂法链钢 很会用底下的涂法链钢 真的都有很多不正确的操作 然后久了就变成 就变成 不太好的一个情形 好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简报 或者那边就结束掉了 前面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如何去 我们现在是要去建立简报 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 请问一下 这个简报 这个简报 有没有发现到 简报里面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第一页 我先把它删掉 因为没有内容 对不对 删掉 这个第二页 现在变成第一页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删掉 好 请问一下 这一张投影片的版面配置 是不是应该要修改 请修改 请修改为这个标题投影片 可以吗 好了 我现在要请你 因为这是标题投影片 所以请你先把这个 这个 这几个字翻到上面来 Securities and the Futures Institute 你看 真的觉得英文 是标题投影片 我跟妳講 我課程都是設計過的 妳再打一段卡住 我都可以把幾個動作 就讓妳直接接上 聽得懂嗎 而且我跟貼心的 我們曉得妳們了不了解 我全程都在錄影 就是因為真的有年紀越大的人 她很認真很努力去抄 抄完之後她已經忘光了 要做什麼事 聽得懂嗎 沒關係 我有影片 妳可以回家 那種人可以看五遍十遍 隨便 這樣聽得懂 等到下節她一剛開始 我就會告訴妳妳現在在哪裡 那個重點是妳 妳這樣先學過一遍 妳知道應該是這樣做比較重要 好我們繼續囉 那請問妳現在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簡介 它這個字是黑色的 對吧 然後呢 這個字是藍色的 這個字是紅色的 聽得懂 這就是很亂 不一致 聽得懂嗎 好 那我下一節課我才要告訴妳 那到底應該用什麼顏色 我現在要先告訴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妳現在去看這樣一份簡報內容 妳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紅色 這邊是紅色 這有紅色有黑色 這個黑色 然後這邊是藍色 好 所以呢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去調整一下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叫做清除樣式 因為我現在目的是不是希望把所有的樣式統一 在PowerPoint裡面 液色的樣式母片 應該都是同一套 可是 當我們今天傳送過來 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那個標題 有的標題顏色是黑色 有的標題顏色是藍色 這就是不統一不一致 所以怎麼樣讓它變成一致 好 首先 首先我們的做法 是先選選 Ctrl加A 就是把這些所有的標題都選舉起來 好 所以請Ctrl加A 然後 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 你去找有一個叫做重色投影片 這個重色投影片其實 我也真的覺得翻譯的不是很好 它只有針對那個樣式 整個重新恢復成就是母片的樣式 所以 所以應該 就是 重色 依照 母片的 樣式 好 所以請點 重色投影片 有看到嗎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整個樣式 是不是都恢復成原狀 恢復成母片裡面的那種樣式 聽得懂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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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